大家好,我是Mr.Hermann So 今天會為大家說的是有向數加減 我們要記得那四個法則 正正得正正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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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好,那我們開始計算一下22a這條數 22a就是第一粒負負13就沒有動過 好了,現在問題有個小括號 我們會先處理小括號 如果純粹看一個小括號 就是有7元,欠人18元 你的結局就是欠人17元 所以應該是4-2-11 那外面的中估率仍然保留在這裏 好,再下一個顏色 由於現在我就會解決了 減負十一的情況 其實減負十一 減負十一就是加十一 我就這樣寫回加十一就完成了 好,接著就很簡單 因為四加十一就是十五 就形成了負十三,減十五 那你記住,我們永遠都是說 你欠人十三,你再欠人十五 那你結局應該是欠人二十八 OK,那我又做一個remark給大家看 就寫了,remark 如果你是欠人十三,再欠人十五 那結果你一定是越欠越多錢的 那就是十三就加十五 其實你是做加數的 那就是負十二十八 OK,好,先畫好一點 好,二十二A計算了 我們連儲會計算第二十二B OK,二十二B 先寫回等號 先解決了第一部分的寫好問題 由於我解決了寫好問題 小寫好一會就不存在 所以原本的中寫好就會轉為小寫好 負四前面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就直接扔掉寫好就是負四 減負五就是負負得正 就是加五 OK,然後右邊就減了 一樣我們會處理小寫好 所以外面的中寫好就轉化成小寫好 加六前面沒有任何東西 就是加六 加負八 加一個負數就是減數 就是正負得負 OK,很簡單 好,看回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負四加五 你欠人四元 你有五元 結局就是你有一元 好,後面 後面就是你有六元 你欠人八元 你的結局就是欠人兩元 OK 由於我們又到了 減負二就是負負得正 就是加二 所以最後答案就會是正三 那我們也都計完了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